大家好 很高兴就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向下讲解我们这个项目 小麦提出这个项目 那么上一次课呢 我们是介绍了这个 从我们这个用户电脑生成这个注册码相关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软件试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操作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看今天的PPT 今天的PPT呢做的简单 但是课程的内容实际上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尽量快点讲PPT 实际操作很麻烦很多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软件的试用处理 就是实现这个前十字免费 软件的试用呢实际上呢 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东西 就是如果用户试用满意了之后呢 才选择花钱买你这个注册码 那么我们需要提供给用户呢 十次免费的试用机会 当然这个更多也可以 就全看我们软件怎么处理 我们这个为了实现实用的话 首先要记录这个使用的次数 注意是这个转换的这个次数 就是你按一下实听按钮之后 它就记录一次转换 不能记录这个软件开开关的这个次数 如果万一有的用户 这个电脑一直不关机这个用户 这个软件就一直可以使用 因为很多台式机用户 它是不怎么关机的 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我们记录这个软件开关次数的话 实际上也是无法这个限制这个转换的这个次数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记录这个吃天按钮的这个点击次数 然后每次这个文本转换为语音前的检查这个使用次数 是不是已经越界了 如果没越界的话呢 就去转换 然后计数加1 如果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这个次数的话 那很明显就要给用户一定提示 改注册了 怎么怎么样之类的 那么我们这个记录这个转换次数的话 很明显要用到这个永久的存储 Python呢有很多这个永久存储的方法 我们这里面显用的是这个dbhash这个核心模块作为这个永久存储 核心模块都是不用安装的 这个我也不再多说了 实际上注意的是在这个不同的操作系统中呢 Python的这个永久存储模块呢 名字叫的不同 比如说在这个Linux Ubuntu下面 这个dbhash这个模块就用不了 所以如果你为了程序的通用性呢 最好是使用这个anydbm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是在所有的平台上都可以用的 他会自动寻找这个跟当前平台最匹配的这个dbm模块 然后调用它 那如果大家就不想使用这个dbm模块的话呢 其实Python有一个内建的sq类的数据库 也是可以作为永久存储的 这个很明显也是快平台的了 所以呢 这个数据库跟这个dbm模块比起来 无非就是增山改查 现成同步 然后包括一些安全问题 多注意一下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这个程序呢 也没有就是多个现成操作这一个数据库 也不是很多人在同时 蹂躏这一个后台数据库 所以呢你用sq类的数据库也完全可以的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 就选这个dbhash的啊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完全换成sq类的数据去存储 啊我们这个在注册前呢 需要做的几件事 就是软件标题来显示这个注册的情况信息 如果他没有注册的话 就显示 想买听书没注册 注册完了之后就显示已注册 如果没注册的话 那每次转换后呢 需要提示剩余使用次数 这个也是一个人性化的一个表现 不然用户夸了几次之后 忘了自己还有几次剩余了 这就麻烦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演示一下这个软件适应的这个处理 因为这个代码量比较大 我也不遗憾好像敲了 有一些直接复制 有一些已经复制好了 这个是我在课前已经复制好了的这个代码 我们先看一下 跟上一节课这个变化呢 主要是在这几个地方 首先我们这个软件呢 最后是要打包的 不能给用户这个原文件去运行 所以呢这个 语音啊 包括一些这些参数啊等等 这些存储位置的一定要确定 不能跟着这个脚本走 所以我们最终要把这个 呃 语音文件 MP3文件存放在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桌面上 所以呢我们用这个 OSPath 然后DRAIN 这个大家都很熟了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用户目录 然后用户目录下面呢 有这个Desktop这个文件夹 就是我们的这个桌面 呃 文器下面这个桌面 路径是英文的 这这点大家特别注意 挺有意思的 它是这个Desktop 然后加了一个这个呃 DRName去作为这个呃 Desktop的这一个路径的一个引用 然后呢FileName实际上就是 我们要操作的这个文件的名字 呃DbFileName就是我们用来存储 这个永久存储的这个呃 呃 呃 DbHash这个文件的名字 然后中间这些都是一样的 我们上一节课系上的这个参数 下面这个 Serial Number OK 就是呃 许量号 状态 检测 默认是false 那么检测完了之后呢 会根据用户的注册情况进行更改 然后Key Machine就是机器的这个 这个 注册码啊 会为我们动态生成 跟我们上节课的这个MyT 是一样的 啊 最后我们会把它统一 然后UseCon呢 就是这个使用技术啊 最开始也是出入化为0 那么 在程序的最开始的阶段呢 首先执行的是这个Init 就是我们这个GUI的这个汇聚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Init里面呢 进行一些操作 呃 首先呢 是这是上一节课 我们做的这个 啊 身份注册码的这个 呃 在此基础之上呢 我们要做一些 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 我们目标这个文件夹 哈 Desktop下面这个小麦听书 我们把所有的 呃 文件 就是MP3文件 都放在这个里面 为什么说所有的呢 因为最后的话 我们可能不是一个MP3文件 小麦听书啊 放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啊如果检测一下 它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 dmOS makedir 把这个文件夹创建出来 啊 如果存在的话 就无所谓了 就不管了 然后下面这一句 就是把这个 mydir name 啊 小麦听书 复制给这个mydir name 啊 原来它是 原来就是这一个 原来是这个Desktop 现在把它复制为这个小麦听书 啊 到我们这个指定的文件夹下面 然后呢 dbfile name 啊 复制一个 用户文件夹下面的这个小麦听书.db 那么这个文件呢 后面我们所有的这个非一时性 非一时性的技术操作 都是对它进行操作的 啊 然后下面这一句是 把这个file name 打出来 就确定一下对不对 然后最后呢 把这个 呃 窗口的这个title 就是这个标题 设置成小麦听书未注册 啊 这个不要紧 你不管它注不注册 你都先设置成未注册 后面我如果检测到 它已经注册完了以后 就迅速会改成已注册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人眼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 啊 不必考虑说注册之后 先显示的未注册 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他完全看不到 好 然后我们要对这个文件操作 把这个整个操作放在这个try except这个块 块里面 那么这个文件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 我们先进行一下读 啊 dbhashopen 先去尝试着读一下 啊 如果它存在的话 我们继续进行后续的操作 如果不存在呢 直接进入到这个 except这个块里面 就直接用w的形式 写的形式去创建这个文件 就说明用这个硬盘上还没有这个文件 这个tryexcept块 是这个意思 好 如果它是正常的打开的话呢 我们就去读一下 如果这个 呃 serial number status 就是状态是bad的话 那我们继续显示未注册 如果不是bad的话 那就声明已注册完了 就显示已注册 那么这个 呃 serial number status 这个 键和值是怎么办的呢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如果我们 读取这个文件的不存在的话 说明这个文件没有 我们就创建这个文件 创建这个文件 创建这个文件之后呢 我们像上一节课一样 把这个 取疗号 先生成出来 然后呢 就开始对这个 serial number这个 呃 变量进行操作 那么 serial number这个变量在 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 db的这个文件 那么对它操作呢 就给它 它这个操作实际上跟我们的这个 嗯 字典也是非常类似的 你给它一个键 付一个值 然后付完值之后呢 访问这个键 就会读到这个值了 然后最开始创建的时候 这些都是要写进去的 那么这个呢 状态呢 就是默认的 你直开始的时候肯定是bid 就是没有注册的 然后input key是没有 啊 use count是0 那么serial number ok 就是设置为true 那么因为它有十次机会的 你一开始要设置为true了 不然的话直接false的话 你第一次就用不了了 那这样设置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如果它第二次 进入这个程序的时候 能正常打开 如果它是bad的话 最开始我们设置是bad 对 那么这边就是未注册显示 然后呢 如果这个use count大于9的话 说明它已经用了超过9次了 超过9次的时候就要检测一下 这个input key 就是它输入了一个序料号 跟我们自己生产的这个password 是不是相等 如果相等的话呢 这个序料号检测还是通过的 还是通过就是还可以继续用 如果没通过的话呢 就标记为false 在转换的那个按钮里边 这个操还树里边就检测这个 那么它能用的话 就让它继续用 不能用的话就不能用 好 这是这个实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 运行完了之后呢 这边注册这边没有进行其他操作 我们运行完了之后去这个桌面看 OK 这个小麦听书的这个文件夹 已经创建完成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我们这个计算机 嗯 不是这里 计算机 那么pig 这里 那么会有一个这个 小麦听书的这个 databasefile 看到没 dbfile 这里边已经有我们需要的很多 注册信息了 那么 很好的 这么多